想找间差吗 您可能不知道 见证离婚竟然也可以赚外快 现在台湾离婚率已经是全球第二高了 不过一般离婚都不想要张扬 所以互不认识的离婚证人就成为首选 有十年当离婚证人经验的郑小姐就透露说 见证一对夫妻离婚 通常可以拿一到两千元不等的红包 一个月进账个六七千块钱不是问题 现在成婚仪式准事开始 结婚是许多人终身大事 但有人结婚就会有人离婚 根据统计台湾的离婚率 2006年来到历史最高千分之2.6 近来虽然逐步下滑 但2015年却又从千分之2.28 慢慢成长到2.3 竟然就有人靠着见证离婚来赚外快 说如果是要离婚的话 就是说要有两个满20岁的成年人 要有行为能力 离婚证书只要简单盖隔章 根据规定离婚登记除了书面外 还得要有两个人以上的证人 当面签名才算数 但只要满20岁 有完全行为能力就可以当证人 而这小姐当离婚证人 已经有十年经验 她透露平均每个月 可以见证三对离婚 一次收一千元到两千元不等 因为我短短在几年内我就可以赚十几万的薪水 一个月平均下来有六到八千 帮人家见证离婚不是一件好事情 有的会认为说还甚至会损应得 所以多半做这个离婚证人 不是一个一般人愿意做的事情 那通常是会包一些红包 相比结婚喜气 离婚时大家都想低调 因此不想找熟人作证 这时不认识的第三方证员成为了最佳首选 不过当离婚证人也没有那么容易 除了得藏自己上网找case 有时候还会亲眼见证八点岛 好像男女生不是很 好像很不愿意离婚 就等于说他们口气就不好 甚至女方还带他妈妈来 我们过往曾经发生过 因为离婚可能有争议 这到底有效或无效 因为这个离婚证人 当时他们找的时候根本不认识这个证人 所以要回头过来找 找不到这个人了 那反而就让法院怀疑 你当时候真的找的这个证人是存在的吗 还是你自己伪签的 见证离婚没脚可不少 万一一方反馈还得出庭作证 甚至看多了离婚 对婚姻没有信心 想赚离婚证人才还得要有 坚强的心理素质 民事新闻 李永津 贯南红 泰宝导 对婚姻的贯南红 泰宝导 对婚姻的贯南红 泰宝导 对婚姻的贯南红 泰宝导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